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为您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健康 28岁的快递员确诊甲状腺癌去世 医生警告鸡蛋千万不能和他一起吃 否则癌细胞会爬满全身 现在这个社会甲状腺癌发病率是逐渐的上升 以平均20%,每年的速度也是不断飙升 成为增速最快的恶性肿瘤数据显示 甲状腺癌在女性中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 是男性的三倍 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也是由于饮食和作息方面的不规律所导致 从而导致甲状腺癌的问题高发 像甲状腺癌一般也被称为懒癌 很多人认为恶化几率相对小小 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影响 但其实并非如此 什么是甲状腺癌 甲状腺癌这颗悄然生长 在脖子、颈部、前方的恶性肿瘤 源自甲状腺组织、盼变 甲状腺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分泌腺体 却乘着生成甲状腺肌素的重任 调控着新陈代谢、能量、消耗等生命活动 然而它遭遇癌变的侵袭 原本的和谐继续变打破 生命之船也因此遭遇风浪 甲状腺癌发病前的四大征兆 不要错过 要早发现、早治疗 一、呼吸困难 甲状腺癌也是影响身体健康的恶性肿瘤 然而这种病变、发病过程 可能会与呼吸困难、感觉 一般出现了这种情况 说明局部的癌变 正处于持续发展过程 在癌变体增大时 可能会对局部组织造成影响和压迫 在呼吸的过程中 会变得不顺畅 有这种特点 也不要掉以轻心 应该进行身体检查来明确原因 如果是局部的癌变正在发展 可以通过正确的治疗和进行控制 防止甲状腺癌持续加重 二、咳血 现在科技发达 但是空气质量也是下降 当人肺部呼吸有害物质时 会引起咳嗽 大部分人把咳嗽、咳出血 归于肺部问题 但其实我们的甲状腺也息息相关 甲状腺仅挨着我们的呼吸道 当癌细胞发生病变时 转移时 就会导致咳血情况发生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非常的危险 不仅仅是我们的肺部出现问题 若出现异常咳血 也可能是甲状腺癌转移到肺 三、声音施压 该种流行程的时候会对喉反神经造成压迫 压迫后声带就会麻痹 患者就会出现声音施压的症状 另外患者喉咙也会感觉不适 总感觉有东西卡住一样 这种施压容易被认为是感冒所致 因此若是声音施压症状持续久存 应该到医院检查 四、体重下降 节节患者在近期饮食和运动习惯 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如果出现了体重明显下降 别脏脏致死哦 可能是癌细胞扩散的结果 因为身体的营养元素被癌细胞抢夺 自身无法摄入足够的营养 就会出现体重下降问题 28岁快递员确诊 甲状腺癌痢 医生称鸡蛋不能和他一起吃 前几天小桓吃饭的时候 总感觉喉咙像卡的东西一样 总有吞咽困难 一连持续了半个月也不见好转 小桓察觉事情不太对劲 就赶紧请假到医院做了个检查 等检查结果出来竟然是甲状腺癌 医生了解过小桓的作息 直接指出小桓的病平时的饮食有关 原来小桓每天早上都要吃两个鸡蛋 这原本是好事 因为鸡蛋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可以补充人体需要的营养 但是没成想到 小桓是因为鸡蛋却患上了甲状腺癌 因为小桓很喜欢吃弹心鸡蛋 每天都要吃一个弹心鸡蛋 医生知道后不断叹息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发生了这种情况 医生解释道 虽然鸡蛋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 不过弹心鸡蛋是没有熟透的 它里面含有沙门氏菌 没有完全被分解掉 如果大量食用会让身体发热 浑身刺痛持续高烧 刺激到甲状腺 从而就会影响甲状腺分泌 对身体健康非常的不利 听到医生说完后 小桓非常的后悔 经过三次化疗之后 还是离开了人世 做好五个预防 早知道早发现早治疗 风险会降低不少 一注意饮食 日常饮食要寄辛辣刺激 不要吃被污染的食物 建议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由于甲状腺癌的发生和点有密切关系 所以要适当食用加点盐 或海带紫菜等海产品 以补充人体生理需求 但也要记住不能够过量 第二积极的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是每个人都应该养成的好习惯 因为人需要经常锻炼 才能使身体的血液循环加强 促进身体代谢排毒 同时可以锻炼自身的骨骼肌肉 拉伸韧带 有助于提高身体的抗病能力和免疫力 这样甲状腺癌发作的几率就会大大的降低 三注意情治护理 情绪不佳也会诱发甲状腺结节的原因之一 因此甲状腺结节的患者也应该做好情治护理 良好的情绪可以维持肌体内分泌平衡 可促进甲状腺结节的恢复 即使发生甲状腺癌 也不必过于恐惧 担忧 甲状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较低的癌症 愈后较好 如果可以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有很大几率可治愈 患者要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 要有战胜病魔的信心 良好的心态 才是最好的良药 是早睡早起 现如今许多年轻人 熬夜的习惯 殊不知熬夜也会增加甲状腺癌的发生风险 经常熬夜会使人体内分泌混乱 从而影响甲状腺激素的分泌 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甲状腺抗净 从而增加甲状腺癌的发生几率 因此建议每天晚上 在十一点前 住睡是最佳的 甲状腺癌是一种可怕 也可防可治的恶性肿瘤 它与我们的身边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危险因素有关 如果我们能够远离这些危险因素 并及时发现和治疗甲状腺癌 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效地降低患癌和死亡的风险了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手在下方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爱心 感谢您的支持与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与观看